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们李湘来了 可与李湘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吧 他是湖南卫视的老红人啊 自己的老公王月龙和孩子王石凌 也长期活跃在大家的口中 李湘在节目中 也是自爆各种生活中的小技巧 并且还说自己曾经非常胖过 但是后来也走上了减肥的道路 并且很成功一个月的时间 就受了二十斤 他说出方式之后 也是让人瞠目则舌了 李湘的减肥方法 就是每天早晨运动三小时减肥 好过一个小时 有一个小时椭圆鸡 一个小时说出来之后 甚至连大S都对他鼓掌干扬了 看得出来 大S是非常喜欢和欣赏李湘的 也难怪李湘事业会这么成功的 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大的魄力 有一些网友说 我该理受了 不知道对此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上面 这些都只是小编自己的看法 哦 这些都不是任何人都会有什么看法